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峰,在我背后的是美丽的香港海警, 北京即将在这个月28号星期四表决,很有可能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美国方面则是严厉的批评,并且扬言,会强烈反应。 美国会用什么方法强烈反应,甚至于制裁中国呢? 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决心?金融制裁,向来是美国制裁外国的大杀招, 曾经对付过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人称是金融核子武器, 美国会不会用这个大杀招来对付中国? 有媒体和网络视频说,北京在听到美国要强烈反应之后, 态度软化,有推浪的迹象,这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北京会不会真的认怂? 北京方面,主要是想要落实,香港基本法23条的部分内容。 不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的审议,直接放在香港基本法23条的附件山。 北京是认为说,香港基本法23条延宕多年,迟迟没有落实。 但是,这个举动,遭遇到一些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许多香港人因为反送中条例, 大规模地走上街头,示威抗逸。 美国与英国,也都对这所谓的香港版国安法,表示强烈反对。 川普表示说,如果中国坚持要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美国将会做强烈反应。 然后,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些美国参议员,准备要提出一项法案,要制裁在香港执行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和实体。 并且,对那些银行,与这些实体或中国官员有往来业务的,也会出以罚款。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所表态的所谓的强烈反应。 另外,英国、澳洲和加拿大也都发表了声明,欧盟方面也做出了声明。 没有意外的,香港国安法的制定,立即引起了西方国家,与北京在外交上再一次的针锋相对。 但是,深究起来,真正能够对付北京的,会做出强烈回应的,大概也只有美国。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有哪些方法,可以做出所谓的强烈反应。 除了刚刚说的,美国参议员想要立法制裁在香港执行国安法中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之外, 还有其他往来的银行。 其实,美国之前有所谓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可以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相关政府官员,冻结他们的国外资产。 比如说,香港特首,警察一哥等。 2018年4月,美国就曾经冻结一些俄罗斯个人和公司的资产。 去年,2019年8月,美国宣布冻结伊朗外长在美国的资产。 任何人与机构,都不能与他有往来。 这一招,中国大陆会不会害怕呢?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美国参议员想要通过的法案的实质内容。 如果美国真的要制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官员在美国的资产。 第一,这些官员在美国,或者是美国能够管辖到的地方,才能够实施制裁。 第二,不要忘了,美国公司在大陆的资产,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如果北京也跟着美国一样,反击的话,在这方面,北京手上的武器,比美国还要多。 其实,美国还有一招,废除香港的特殊地位。 什么样的特殊地位呢? 就是香港的关税和金融。 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保障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也保障了香港金融行业的繁荣。 但是,这一招,知识体大,影响是难以评估。 一来,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是香港的民众。 多年来,香港靠什么吃饭? 香港的经济,主要是靠四大行业。 金融,房地产,观光,还有航运。 除了金融业之外,其他三个产业,在经过去年激烈的示威抗议,游行活动的动荡之后。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香港的经济早就严重下滑。 今年,大陆的五一长假,据说到香港的大陆团是零。 如果美国真的废除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金融业肯定会受到影响。 会造成金融行业的震荡,影响香港在亚洲的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可能会因此出现失业潮。 当然,这也会造成中国大陆的损失。 因为香港是重要的人民币境外清算中心。 其实香港曾经是人民币第一大境外清算中心。 但是在伦敦也加入了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之后,香港的份额就逐年下滑。 尤其是在历经去年2019年的大规模世卫抗议活动之后, 在香港的人民币清算业务就加速下滑。 根据2019年年底的数据, 伦敦已经占到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总额的44%,接近一半。 而香港则是掉到了第二名,只有24%。 人民币境外清算中心,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是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因为人民币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兑换。 国外的个人或企业,在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不方便跑到中国来兑换。 也不放心,必须得要到中国境内,才能够兑换人民币。 所以,在人民币没有完全的自由兑换的时候, 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媒介。 这其中还涉及到,一旦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的话,截断中国的美元清算,美元支付和结算。 那么,中国就得要利用人民币与国外交易,国外贸易。 有了适度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中国可以减缓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冲击。 另外,香港仍然是外资进出中国的一个窗口。 几十年来,许多外资进入中国,是透过香港,以香港为媒介。 一来,香港是自由港,没有资金出骨的管制。 二来,也是国外的资金,认为说,从香港进出中国,会比较放心。 有些资金,会先停留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英语普及的华人社会。 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香港会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而香港也是执行英国法律制度的。 外国公司愿意在香港签约,未必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可能会选择在香港,因为香港可以用英文的契约。 那么,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如果美国实施对中国的金融制裁, 英国会不会跟进,停止人民币的清算业务。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毕竟,英美是一家亲嘛。 但是,不要过度的指望,英国真的会跟进美国的措施。 我们不要忘记,英国作为一个曾经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在国际外交手腕上,是非常有技巧的。 绝对不要小看英国。 我们举个例子。 几年前,中国大陆在推行亚投行的时候,英国就是第一个参与和响应的西方国家。 2015年,英国在美国的反对之下,还是向中国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 成为第一个参与亚投行的西方国家,也是美国盟邦中第一个参与的国家。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也是第一个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国家。 英国曾经的世界强权,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会有自己的盘算, 未必一定会跟从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制裁。 有关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的可能性,以及一旦美国真的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话, 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我们会另外找个时间,专门讲这个主题。 美中贸易战,美中大国博弈,最终极的武器,切断中国的美元清算。 敬请收看。 另外一方面,中国肯定也知道,美国有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是想要推行香港版的国安法呢? 中国能不能够承受得住美国的强烈反应? 第一个原因,美国未必真的会实施我们刚刚说的强烈措施。 我们刚刚说的强烈措施,有两个。 一个是,对中国和香港官员们冻结他们的资产。 第二,废除香港的特殊地位。 理由是,川普未必对国外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真的有兴趣。 去年夏天,香港发生了针对北京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候, 民主党和共和党仍是对川普施加了压力, 要求川普表态,对北京强烈回应,但是川普的反应,显得冷淡。 川普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与中国的贸易战。 提到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抗议的时候,川普甚至还用了riot,暴动这个字眼。 第二个原因,北京可能对这两个星期,美国对中国接连不断的动作,感到失望。 首先,是在5月15号,美国对华为实施新的措施。 美国规定,全球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是用上了美国的技术, 都得要向美国申请,获得美国政府的销售许可。 这是对华为的终极封杀,完全是不留余地。 再来,在上星期5月20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除非他们遵循美国的审计法规。 这两项措施,让北京认为说,反正都已经禁运了,完全没有留有情面。 那么,北京还会在乎吗? 这跟去年的情况不同。 去年北京有贸易战的压力。 今年反正,美国都已经对华为实施终极制裁了,再也没有顾虑。 如果北京在乎的话,反而会绑手绑脚,干脆就放开手脚来。 北京有可能已经对美国死心,准备要长期应对美国的封锁,制裁与挑战。 中国的想法可能是,揽外先安内,先在香港去美国化,排除美国的影响, 然后再来应对美国这两星期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以及未来可能的限制措施。 有关北京可能会对美国,或者是报复美国的选项。 比如说,会不会对美国稀土禁运。 我们也会另外找时间录制一些视频,请观众收看。 有一个可能大家有兴趣的议题。 我们谈了这么多美国的反应,英国的反应,以及中国的反应。 那么香港民众是怎么想的呢? 香港民众可是当事人。 任何美国,英国的措施,甚至于制裁,都会影响到香港民众的权益。 在这里,杨风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香港去年才流行的新名词。 蓝,潮,这是广东话,也是最近的流行语,不是偶像句流行语。 蓝,是拥抱的意思。 潮这个字,在香港,是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比如说,炒股,炒房地产,炒鱿鱼这些。 蓝,潮的意思,我们可以意会为,就是抱着,要倒霉,大家一起倒霉,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意思。 有点,您为玉碎,不为瓦权,要同归于尽的味道。 目的是,用蓝,潮,去逼迫香港政府,和北京,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对于香港那些反中的人,那些强烈示威抗议的人,他们有些是很坚决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他们当中一些人,不会在乎美国的强烈反应措施, 是否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影响到他们的人民的就业。 网络上,还有一些网络的视频,说,在美国的强硬表态之后,北京开始软化了,出现了退让的迹象。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北京未必真的会软化。 在我们做出这些分析之后,就请观众们自己来判断。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如果北京实施了香港版的国安法,对美国会有什么影响。 北京在实施香港版国安法之后,北京可能也会派驻情报和反情报部门进驻到香港, 北京中央也可能,可以将疑犯带回内地去审讯。 如果在香港审判的话,可能会由中央认可的中国籍的法官来审判,而不是由外国籍的法官审判。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损美国在香港的情报活动。 香港现实的刑法,没有叛国刑事条例,也没有为外国工作间谍刑事条例,所以没有所谓的间谍税。 因此香港成为东亚的情报,还有布谍的天堂,是情报网的中心。 另外,也没有引渡条款到中国大陆,澳门,或者是到台湾去。 香港就成为外国特工或间谍,对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的一个理想基地。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有超过一千名的职员,这是远远超过一般的领事馆需求。 同时,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职员,也超过一般正常的人数。 也许,这正是北京想要釜底抽薪,彻底解决香港的问题。 这里是杨风时评,提醒您,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会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